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8次课 Jungle的安全机制 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看Jungle它web开发中安全问题的一个分类 然后我们会分析主要的几个 然后看怎么去解决 然后我们就知道有一个web的测试叫渗透测试 渗透测试的它其实就包括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安全分类的几项内容 一个就是XXS就是跨站点的脚本攻击 还有这个CSRF就是跨站请求伪造的一个攻击 还有个Circule注目的攻击 还有个Clack Jacking就是点击劫持的一个攻击 还有一个就是HTTPS的问题 还有一个其他剩下的就是其他安全问题 比如说文件的上传呢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安全的问题 接着呢 我看到这个Mate学员他还有就是在web前端开发呢 他有一个web安全的 大家下去可以详细的了解 每一个这个安全问题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是简单的这个介绍 每一种安全问题他的原理 如何在江沟中进行防御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XXS的攻击 这个呢 我们首先就举个例子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 我访问这个 比如说我们访问这个 应该XXXS这个网页 我们就看我们可以提交东西 我们一般情况下提交一个东西的话 他就返回一个hello 我们提交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在里边写上这个html的这个代码 比如说 one XXS 我们写了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看到他会渲染了 就是这个html的这个代码 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简单 当然只是只是一个he的一个标题 但是有时候呢 他会执行另外的这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注入的这个代码 是非常的呃 不利于我们的安全的 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然后我们就看我们的其实我们要看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这个啊 XXS Handler呢 他这个如果是呃 get的请求的话就渲这个页面 当然如果是post的话就把这个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模板 XXS form他就把这个id这个值给取出来 然后呢 直接就就是说把这个id返给这个用户了 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额外的处理 当然这样就会容易被攻击 我们就看到他是在这个view层 然后呢 呃 用户是在浏览器上执行的 呃 当然就是形成过程是服务器 然后反给他渲染的这个呃 这个模板的时候 呃 因为有注入的这个html代码 导致了这个呃 安全性的问题 怎么防御呢 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呃 试图函数里边呃 进行一个防御呃 其实呢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去直接去这样去返回 怎么解决呢 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xsattack 比如说我们想返回id 这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去返回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们把id返给这个模板 我们可以再刷新一下 取消 先打开 然后呢 继续输入这个 啊 我继续输入这个 看一下 直接把这个html代码给输入进来了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xsattack 模板文件里面 并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它其实这个就是将狗默认 开启了这个模板自动转移的功能 就会防止这个html代码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注意 尽量用这种模式 而不要采用我们上面的这种代码的这种形式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然后 而且要注意 不要随意的关闭这个自动转移 我们知道 在jango基础课讲到 我们还可以 针对某些特殊模板里边的部分 这个可以关闭它的自动转移功能 比如说 我们在一些 一些这个网站里边看到一些回复 回复 一些comment吧 就是comment它允许这个插入html代码 当然这个是另外的一种情况 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circle的注入 circle的注入呢 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网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circle的注入 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写的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 circle的injection 这个模板它其实一个name 一个password 然后呢 它在这个试图函数里边呢 如果去拿到这个name和这个password 然后呢 我们去直接去执行 直接去执行这个circle的语句 用这个usercontact 我们这个usercontact这个model呢 它有name和password和money 就是名字密码和这个金钱 然后呢 它就是通过这个name和password 去取到用户的信息 可能去修改它的 可能去查看这个用户的这个前述啊 我们这里边只是举个例子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它是应该是 必须输入正常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存储了哪些用户 的美 比如说我们有kate有ellen 这些 这两个这个用户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 一般情况下输入 比如说你输入的密码不正确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123 比如说我输1234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打印 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 嗯 我们可以输入另外一种情况 就可以让它去成功 什么情况呢 这个地方 准备这个cycle注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输入 ellen 1 等于1 然后我们密码输错的 12345 那密码应该是123 然后我们提交 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地方查出来了这个ellen 然后我们的cycle就给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ellen也被查询出来了 这个地方它虽然密码没有 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or1等1 它就不再执行后面的内容了 直接就把这个ellen这个用户给查询出来了 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cycle注入 我们怎么这个避免这种问题呢 我们首先就是说 呃 在这个呃 进行这个数据库查询的时候 其实优先要用我们的内置的这个object的这个model的api来去执行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没必要用这个circule去 而是用这个 去用这个usercontactobjectsfilter 然后name和password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再去执行它 发挥 然后呢 看一下 如果执行这个的话 它是查询不出来的 你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是任何东西都查询不出来 是not exist的 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要用这个原生的circule去查询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呃 这个用户输入的东西直接放在circule里边 而是用它的raw 呃 这个参数列表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name和password 然后作为参数 然后去放进去 这个时候呢 呃 这个参数就会自动的去过例这些 呃 危险的这个 这个去去制服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再次去执行 它 然后它这个地方 再次去执行它 你说它就什么东西都没有输出 就是它是不存在的 呃 这个地方呢 就大家要注意这个circule注入的一个问题 呃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击截持 click jacking的攻击 click jacking呢 它是由互联网专家 罗伯特汉森和伊利米格拉斯 曼在这个2008年首创的 它是一种这个视觉的欺骗手段 在这个web端子就是呃 用这个iframe嵌入一个透明的 或者不可见的一个页面 呃 让用户在这个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 点击供应者想要欺骗用户点击的位置 那由于点击截持的出现 呃 就是说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 其实它主要的是用这个iframe牵头一面进行来攻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大家就 比较明白了 开这个jack 这个一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我们 大家如果想点零奖这个按钮的时候 大家点的时候 嗯 才会发生什么情况 啊 居然弹出了这个页面 祝贺你的页面被劫持了 而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跟随着我们的鼠标 是不是有一个like这样一个 一个iframe 它其实是一个尾随着我们 我们可能大家不注意 如果它做得更好的话 它可能完全是透明 然后是隐藏的 我们一旦点击 这个对应的这个 按钮的时候 其他正常的按钮的时候 其实就被劫持到 呃 它所这个iframe 所对应的这个链接上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 然后我们的页面 其实是被劫持了 具体是 我们不断的点 它就是不断的谈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看它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看它是怎么被劫持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jack的页面 它其实是渲染了jack 这个模板文件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iframe 然后它就不断的尾随着我们的这个鼠标 有一个就是它就是渲染了这么一个target 然后呢 它这里边实际的去点击 实际的这个链接是 我们这个click jacking click jacking我们的处理在哪呢 我们处理是在这个 这个iframe 这个模板文件 然后就是弹出了一个警告 祝贺你的页面被劫持了 然后呢 那在江口里边我们怎么样去禁止这个 这个iframe的夹持呢 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禁止这个iframe的加载就可以了 其实在在setting里边我们看它其实有这样一个中间键 一个x frame option middleware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直接去定义一个x frame options o p t i o n s等于拒绝dny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打开这个页面 我看它就没有了 我看是不是没有那个iframe了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中间键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边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x frame option给取出来 取出来的话就会处理相对应的就会处理这些页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点击劫持 这样一个怎么去构造 然后怎么去处理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c s r f 就是跨战请求伪造的攻击 这个c s r f呢 它是一个目标网站对于重要的 或者是基于用户标识提供的内容 这个没有这个token的一个限制 导致这个攻击者利用这个用户身份 就是它的cookie进行这个非法的操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设置的用力写成这样了 然后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name 然后一个money 比如说我们 alyn 然后10 然后我们提交 提交的话 我们看这个处理函数 呃 他就会打印这个k k 其实这里边的话 他打印我们取到的这个用户名 和这个money 但是呢 呃 呃 我们这里面因为没有验证 然后其实其他的这个构造的 他可以构造出来一个页面 同样是可以 这个去 去攻击我们的这个 去造成一个呃 跨战请求伪造的攻击 我们看他怎么进行攻击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构造了一个网页这里边去把这些信息全部隐藏掉 比如说 name 跟money 隐藏掉 然后指我 我提前去设置一下 我可以去打开 打开的时候 比如说你随便去点击个按钮 点击个按钮 其实你就访问了这个呃 这个试图谈数 最终到这里边 如果这里边去设置他的 比如说就把他钱 可能就设置成100了 或者加100或者减100 这个地方就造成了一个跨战请求伪造的一个攻击 怎么去防御他呢 其实在这个jango里边也非常的容易 我们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csrf view middleware 这个中间键 我们一旦把它开启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去点击 我们就看他有个forbidden 他就是禁止了csrf 呃 验证失败 呃 请求被禁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呃 跨战请求伪造一个攻击 接着呢 其实就是这个https 这个呃 这个 问题 因为我们常用的这个http 它是明文的协议 呃 任何通过协议传输数据以明文的方式 在网络中 罗奔 然后任何信息数据都处在这个监听篡改冒充等风险之中 而这个ssl 呃 ssl的加密通道 让原本这个明文罗奔的这个数据从这个加密通道中进行这个密文的传输保证了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安全性 嗯 嗯 在江口中呢 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个https的是在部署的阶段就是说我们把他开启https的一个嗯就是在启动的时候让他只接受这个https的这个请求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配信代码不是在这个web服务器的根目录然后可以确保我们的配信代码不会被意外的执行 然后另外呢我们要小心这个用户上传的一个文件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一个讲过一个文件上传的一个事例就是要限制他的一个文件上传的一个类型和上传文件的一个上限不要把你的服务器给冲爆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限制呃某些部分这个网页的一个用户身份来避免呃就是说认证系统一个遭到这个暴力攻击 嗯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防火墙来限制我们的缓存和这个数据库的一个访问 今天呢我们就主要学习了这个呃江狗的安全机具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我们给出了一些事例和一个解决方法 当然就是说安全问题是在这个web开发中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根据这个呃测试的结果呃我们就是这个项目开发完之后一定要经过这个渗透性的测试 然后对安全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然后去尽量去规避这个呃可以想象到的这个安全风险 这一刻我们就上到这里 接下来 就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